好那ROG的部分我們一樣先從他們算是人氣最高的西風之城的系列看起 之前我們其實有看過它的前一代機種就是這個Zephyrus的Duel 15這一款 方方面面也都有升級 那首先第一個升級點當然是在性能的方面 它這次改用AMD的CPU搭配上NVIDIA 3000系列的一個高階的顯卡 那整個效能會在進一步的往上拉 那AMD的CPU的部分因為活動當下還沒有公佈 到時候會搭載AMD跟ROG這邊它合作的一個最高階的CPU的部分 除了性能的提升之外這次當然面板也是一個升級的重點 那一樣有兩種規格 一種是4K的更新率達到120Hz然後反應時間到3ms 那另外它還有更高更新率達到300Hz的它是Full HD的規格 那另外它這一次一樣它保留這個台生的第二螢幕的設計 一樣可以在裡面去做各種的譬如說延伸之類的各種軟體的應用 那我們剛剛在前面那一款ZenBook上面 所看到的一個新的控制選項 包括跟Adobe系列軟體去合作的一個操作項目呢 在這一款新的Zephyrus Duo 15裡面也都是可以去沿用的 接著我們來看到的是西風之神的G14 這款產品在去年人氣是非常的高 那這一次它主要在規格上面也有去做一個更新啦 在規格方面首先是處理器的部分升級到AMD最新的R9的處理器嘛 顯卡的部分也是Intel最新的3000系列最高到3060 那螢幕的部分也有提升 這次它的螢幕是WQHD解析度而且更新率達到144Hz 除了這些規格上面的升級之外這一次的GY是它有很多地方 它其實是外觀上面它有去做一個更個性化的一個設計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一台最標誌性的 就是它正面的這個點陣LED的這個設計呢 它這一次加入了這個有點像桌面寵物的一個新的一個應用 那這個寵物我們在桌面上看到它就可以在這邊很可愛跑來跑去 那我們可以去跟它互動啊 它有時候也會依據電腦的狀態來做出不同的動作 那相對應呢它外面的這個LED面板 也就會配合畫面上面的人物呢來做出相對應的一個變化 那另外一個大家在畫面上面可能比較看不出來的地方 就是這一次的LED燈它也加入了一個有顏色的一個薄膜 所以說它在不同的角度下呢 它其實會有多一點點的色彩的一個感覺 跟前一代它是純白光的感覺就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個不一樣的點呢就是在於這個角落這個名牌的部分 前一代的GY是它是純金屬的一個設計 那這一次它加入了一點點的顏色的一個感覺 所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它也有一點點這種紫色的一個 比較科技感的一個色彩 那看完了14吋的G4呢 我們接下來看15吋的這個就是G15 在規格上呢G15會比G14再更好一點 它的處理器呢同樣也是MD新的R9的處理器 但是呢它的顯卡最高可以到3080 所以說它整個效能可以再拉起來一些 另外一個規格提升的部分呢就是在於螢幕 這一次它的螢幕是WQHD解析度達到165Hz的更新率 3毫秒的反應時間 那這個規格呢G15也是比G14來的好一點 那在外型上面呢它總共有灰跟白兩種顏色 整體看起來是比較低調一些的 它全機其實沒有很多電競筆電 它會有那種發光的RGB光效那樣三層發光的 唯一的比較彩色的地方呢就是可以看到上蓋這邊 G15的上蓋這邊呢也可以看到像是G14一樣的這個點陣的圖形 但是呢它本身裡面並沒有LED它不會發光 而是透過裡面這種彩色的 雷射感的這種薄膜呢 那透過光線的反射就可以反射出不同的顏色 那除了上蓋的部分有透露出這種比較電競感的風格之外呢 那其他G15的部分它的電競感的設計也是 就是融合在一些它的細節裡面 像是這些挖孔的一個造型啊 或者是我們可以轉到正面來看一下 可以看到在A鍵的下緣這邊它有去做一個鑽切的一個亮帶的設計 再加上角落這個ROG LOGO這個名牌呢 讓這一款G15呢還是有不少的這個電競筆電的一個戰鬥的感覺 接著我們來看到ROG的Strike系列 那這次的Strike系列它不管是在規格也好或是在外型也好 我覺得都有蠻大的一個亮點在 那首先規格的部分當然不明說 它的處理器當然也是最新的MDR-R9 那顯卡的部分呢會用上NVIDIA最新的3000系列的顯卡 那還不確定是用到哪一張 但是我自己猜的話呢大概就是3060 3070這個等級 會用在Strike系列的這個機器上面 那Strike呢它其實有兩個尺寸的版本 一個是G15一個是G17分別對應15吋螢幕跟17吋螢幕 在螢幕的規格上面呢除了尺寸以外倒是都一樣 那這次的螢幕其實也是用了非常好的一個螢幕 包括它有一個比較高解析度版本是QHD 它也可以做到165Hz的更新率3ms的螢幕反應時間 如果你要更快那它有4HD的版本 那是做到360Hz的更新率 然後同樣也是3ms的反應時間 那除了規格上面的提升之外呢 這一次的Strike G15 G17它的外型也非常的有個性化 有做了非常非常多特別的設計 那在G17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兩種顏色 分別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黑色搭配紅色的設計 另外呢還有黑色搭配灰色的款式 那G15的部分呢除了這兩種搭配之外呢 還有多一種就是特別色是黑色搭配銅色的一個 非常有個性化的一個設計 那我這邊可以來仔細看一下這款 這款機器它的一些設計上面的細節 包括正面這個ROG的LOGO是會發光的 然後旁邊這邊它有做一個斜切的設計 仔細看的話呢會發現 這邊是很多ROG ROG ROG的文字圖騰在這邊 然後角落這個跳色這邊呢它是有一個凹陷的ROG的文字在這邊 也是非常有個性化的 那轉到正面呢可以看到這個撞色的部分呢 它延續到前面 所以你從正面也可以看到這個雙色的一個設計 鍵盤的部分當然是全彩的RGB光效在這邊 然後除了鍵盤之外呢我們移到底下 它有一個底燈在這邊 所以你放在桌上的時候呢 桌面也會因為這個RGB的燈光被點亮 那看起來就非常的漂亮 這邊特別看一下這個Strike G17的這個桃紅色的特別版 它的設計上面呢跟另外兩個顏色呢 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這個Logo的部分它改成一個桃紅色的設計 這是當然的 然後在搭配撞色的地方呢 也可以看到它也是一個桃紅色搭配黑色 然後還有這種噴漆噴墨的這種小裝飾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在旁邊 剛剛另外兩個顏色是很細密的這個ROG的文字分佈在這邊 桃紅色的款式呢它會變成一些其他的圖騰 看起來就是比較不一樣 看起來更神祕一點 然後在這個鍵盤的部分呢 Strike G15它跟其他兩個顏色有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是這個WASD這個按鍵呢 它有做一個不一樣顏色的設計 另外呢就是它有這種小圖案在這邊 甚至這個C鍵你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特殊的印刷在這邊 看起來就是跟另外兩個版本呢 有更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更加的個性化 那除了機身設計上面的不一樣呢 這個桃紅色的版本它作為一個特別版 你在買的時候 它會直接附贈這個桃紅色的 同設計風格的一個滑鼠墊 整個搭起來呢搭配這個 桃紅色的這個滑鼠呢 看起來就是 整個就是一組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兩台呢 是Strike系列裡面的SKAR 一樣有兩個尺寸 SKAR17跟SKAR15 那我們要先講一下核心規格 它的核心規格一樣是用AMD R9的新的一個處理器 搭配的顯卡呢 兩台最高都會是NVIDIA的3080 15吋跟17吋呢 它都有兩種解析度規格 分別是QHD跟FHD 其中QHD解析度的版本呢 它的更新率達到165Hz FHD版本呢 它來到了360Hz 那也是目前算是最高的一款電競筆電 外型方面呢 這兩款SKAR呢 也是用了非常多的 個性化的設計元素在裡面 包括全彩的RGB的燈光 然後剛剛另一款也看過了 這個RGB的底光之外呢 我們會看到非常特別的是 它的C鍵呢 這邊有一個斜切 居然是半透明的設計 這個在筆電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少 然後旁邊呢 有這個Keystone的一個設計 轉到背面可以看到這個敗家之眼的LOGO呢 它是RGB的會變色的 另外在轉軸的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類似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台Street的一個設計元素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是呢 它比較沒有那種多彩的一個感覺 取而代之的是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設計 就是當你在買的時候 它預設的是這個灰色的面板之外呢 它還會再送你兩個 這個可以替換的面板 一個是這種半透明的 那另外一個呢 是這種銀色的面板 那消費者呢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來自己去做更換 那更換的方式呢 也相當的簡單 直接這樣按著往旁邊抽出來 就可以把原本的蓋子拿下來 接著呢 看你想要換哪一個 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往內一滑 這樣就更換完成了 那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呢 看你想要半透明的或是銀色的 一秒呢就完成了替換 另外一個比較多人不會去注意到的地方呢 就是筆電的背面的一個美感的設計 大部分的筆電呢 可能都會針對那種比較容易看的到的地方 像是A鍵啊 或者是你的C鍵的部分 它去做一些比較個性化的設計 但是呢 這一款不管是前面介紹過的這個Street G系列其實也有 或者是這一款Street SCAR系列呢 這兩款在背面我們可以看到它有這個特殊的ROG的Logo 然後它有一個Back on Top的一個文字在這邊 所以整個轉過來的樣子呢 它的概念上就好像是我們的球鞋 球鞋底部的紋路呢 那其實也是每一款鞋子它的一個重要的特色賣點之一 所以呢它把這個概念帶到筆電上來 讓這款筆電的背面呢 也有跟其他一般筆電比較不一樣的一個個性化的感覺 除了剛剛提過的這個RGB光效之外呢 這一次的這個Street SCAR光效的部分 它又多了一個新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螢幕下方這一條 它其實也是會發光 我們從背面看呢其實更明顯 從背面也可以看到它的光其實從下面這樣打出來之後呢 打在這個C鍵的面板上面 它也是會變色的 所以多了一個視覺上的看點 除了這些看得到的規格提升之外呢 這次Street SCAR它的鍵盤呢 也用上了類似光軸的一個光觸發的一個結構 就是透過這個光訊號的阻擋呢 來達成一個訊號的發送 所以說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訊號的反應速度會更快 包括你從按下鍵盤的瞬間到它反應呢 它的整個動作會變得更加快速 這對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分毫秒必爭的狀況之下呢 會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接著來看到這款呢 是這一次等於說ROG發表的一系列筆電裡面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興趣的一款 我個人就對於這種非常小巧 但是又強大的東西 我就是覺得非常的棒 那這一款呢就是其中之一 這一款叫做ROG Flow X13 那它算是一個全新的系列 那這個Flow的意思呢 就是FLOW 它意思就是對應它這個外觀的設計 正面是很多這種立體的波紋的線條 之外呢 我們打開來 這裡面呢它全部也都是用這一種 很像波紋的這個 細密的這個線條來去做裝飾 所以就是對應它這個Flow的這個名稱 然後在外型方面呢 這一款Flow X13它非常的低調 我們可以看到它身為一款電競筆電 它它其實RGB的部分是完全沒有的 除了它的鍵盤呢是白光之外呢 其它包含它的LOGO啊 它的上蓋基本上是整個都是不發光的 然後上蓋的LOGO呢也是很低調 以名牌的方式呢在左下角這邊呈現 跟之前的G14其實非常的類似 那之前的西風G14它有一個非常讓人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的小巧 但是它又非常的強悍 所以這一款Flow X13呢 它的規格也是非常的棒 那在講它的規格之前呢 我們先來講一下它的尺寸大小 來讓大家感受一下它有多小多輕 首先它是一款13吋螢幕的機型 那它的機身重量呢 只有1.3公斤 從側邊來看呢也是非常鮮薄的一個設計 基本上就是輕薄筆電的一個標準 一隻手也可以拿起來 放在背包裡面也是很輕鬆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的機身裡面呢 它運含了什麼樣的規格呢 首先在處理器的部分它搭載的是AMD的R9系列 也就是說跟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大台的筆電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高規格的處理器之外呢 它有內建讀顯 而且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那種爛讀顯 它是用到1650或者是1660系列的讀顯 也就是說你在玩一些中度的遊戲的時候呢 其實它單機這樣就可以跑了 而且是塞在我們剛剛講過13吋 然後1.3公斤的一個超小的機身裡面 那當你今天回到家了 你需要更強那個性能的時候呢 這邊ROG也帶來一個新的外接設備 叫做XG Station的一個外接盒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顯卡外接盒 它可以對應到最高RTX3080的顯卡 所以搭配我們剛剛講過AMD R9 CPU 所以你可以跑的遊戲呢 等級又更高了 基本上3A大作呢 在這樣的組合下面呢 也會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那如果要把這個FLOG X13 連接上這個XG Station呢 就要透過X13側邊的這個特殊的連接埠 它是一個PCIe 1300x8的一個特殊的一個接口 那一般的時候如果你不連接這個外接盒的話呢 旁邊這個Type-C其實也是可以做使用的 使用的時候呢 就直接把這個接頭 這樣給它直接插上去 然後就可以看到旁邊這個XG Station呢 它就發出了一個紅色的光 這代表它已經接上了 那這個時候呢 筆電本身呢 也就是透過這個包括XG Station的部分 一條線就可以直接做供電 然後再加上這個XG Station之後呢 除了它的一個運算的效能會明顯提升之外 它的IOL也會變得更豐富一些 所以說算是大幅強化這個FLOG X13的一個性能跟擴充性 另外除此之外呢 它的轉軸也是在用360度的設計 螢幕的部分也支援觸控操作 所以它是一款Flip的機種 它整個呢 可以把它反折之後呢 就變成各種的使用型態 好那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TUF的部分 這台呢叫做TUF的DASH F15 它只有一種尺寸有兩種顏色 分別是白色跟深灰色黑色的一個版本 那在外型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跟之前的TUF的機器 給我們的印象呢 比較不一樣一點 看起來更簡約一些 這一次這款F15 它也沒有那種很花俏的RGB閃來閃去的燈光 也是走一個比較低調的感覺 然後在鍵盤的部分呢它有加入這種藍綠色的一個燈光 跟一般的筆電的白光 或者是說其他顏色的燈光 看起來是比較不一樣 看起來很清新的一個感覺 上蓋的部分呢 兩款顏色呢都是採用這種消光的設計 然後上面有這一個TUF的一個文字 另外呢右上角這邊有低調的是他們的TUF的一個Logo 它除了在外型設計風格上面 比以往的TUF的機器看起來更簡約之外呢 它其實在厚度跟重量的控制上面也非常的優異 這次的這兩款F15呢 它也是TUF系列裡面最薄 而且最輕的兩款機器 它的重量呢只有2公斤 厚度的部分呢也只有19.9mm 除了外型很好看之外呢 這一款Dash F15它的規格其實也很厲害 像我們前面看到的幾乎所有的ROG的東西呢 全部搭載的都是AMD的新的CPU 那只有這一款它用的是 Intel 11代的TigerLate H35的一個高性能的筆電CPU 那它最高呢可以搭載到i7的規格 所以說效能呢可想而知是非常不錯的 另外在顯卡的部分呢 它也配備的很高 最高到RTX 3070 搭配上剛剛提到的11代Intel TigerLate H系列的CPU呢 所以它在玩遊戲啊什麼各方面的性能呢 應該是都沒有問題的 那除了在性能跟外觀上面的表現非常不錯之外呢 這一款TUF F15呢 它在螢幕的配備上面也是很OK的 它最高支援到240Hz的一個高更新率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華碩在CEA所帶來的全系列新品 不知道大家最有印象的是哪一款 最喜歡是哪一款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粉絲粉絲粉絲我們下見 掰掰 因為在00%版在這兩 worden是否還需 найд罪絲ная 我肯定要ко